三个月 我们曾访遍三驱三周 目睹告别贫困 全面走向小康 请好你们两个在帮助我 世世代代 就是守护这片故障礼 我们曾漫游绿水青山 见证青山绿水 就是金山银山 大自然的馈子 生活在这样美好的生态环境中 就是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宝藏 为了让祖国的宝藏永保魅力 更为了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 原真性和完整性 保护生物多样性 保护生态安全屏障 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 一年前 我过第一批国家公园 应遇而生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 三江原国家公园 被誉为中华水塘 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五一山国家公园 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是海南长臂园的全球唯一分布地 横跨四川 陕西 及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 是大熊猫棋息地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如今唯一在野外存有 东北虎 东北豹的地区 这一年来 坚持山水 营田 草湖系统 治理建国的这五个国家公园 庇护着近30%的陆域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越来越多的宾围动物 回到了宫中的视野 同时带动周边民生 与产业的绿色转型 推动地方经济事后发展 描绘了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中国画卷 可以说国家公园 它不单是个名词 它更是展示 大美中国生态文明的国家名片 我们的第一站 就是地处亚洲温带 增阔混交林生态系统中心地带的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据说 经过这些年 对自然生态体系的 整体保护和发展 曾经那种苦笑山林 抱走青川的场景 又回来了 同时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设立 还带动了东北邻居文化 和少数民族文化 为主题的生态旅游 所以 我们首先来到了 黑龙江 牡丹江市 从这里开始我们体验 国家公园 风土人情 感受绿色发展生态之美的 国家公园之旅 中兴村是朝鲜族特色的 一个小村庄 国家公园的设立 进一步推动了这里的村民们的 生活生产转型 让中兴村成为了绿色发展 乡村振兴的典范 现在更是生态旅游 必到的打卡地 来吧 同学们 开始舞起来吧 准备 上微博关注东方卫视极限挑战 一起边看边聊 沉浸式体验森林宝藏美景 沉浸igare 局面有个人 这个好适合我 是啊 词 好 好 看一看这种朝鲜族风格的一些民房 辣白菜体验馆 到这块就是说一个田园民宿去 那把这个村的就是借助这个洪福澳公园搞的旅游 有很多人他又回来创业了 这块都是咱们村的水稻 天呐 这也太多了吧 这块是咱们那个刀田交舞车 整个坐交舞车环线 就是看这个刀田风光 我搁过麦子水稻 没有搁过 没搁过水稻 我搁过麦子 第一次搁 好好看啊 这也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区 面积3.96万公顷 好美哦 出在东北虎豹跨境迁移和向内陆扩散生态廊道的重要位置 成为虎豹及其猎物最理想的栖息地 野猪 袍子 梅花鹿不计其数 2018年还发现了失踪20年的班陵 虎啸山林 暴月青川 这里将是东北虎东北豹最幸福的家园 美丽和谐的自然画卷 必将展现在东北这片陌土 我们来到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饲养和繁育东北虎的基地 黑龙江东北虎林园 旅行日志上的小贴士介绍 东北虎林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科学的野化训练 最终将饲养 救助的东北虎放归国家公园 是一个极保护 科研 饲养 繁育 旅游 度假为一体的景区 所以我们的入门级志愿者培训和考验就从这里开始 迎接我们的是虎林园最有人气的讲解员 薇薇 哈喽 大家好 今天咱们的头一站就是参观小老虎 然后咱们从这边走 好嘞 小老虎 现在小老虎正在外边放风的时间 然后咱们一会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一下 我们要看的是几个月的小老虎 有一个多月 还有两个多月的小老虎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我们的繁育中心 繁育中心是东北虎繁育 饲养 保护最开始的地方 最早的八只东北虎也是在我们这块饲养繁育的 他刚出生的时候他只有两斤多重 他刚出生还没孩子大呢 他两斤多重 对 两斤多重 我还七斤八两个 他到一岁的时候呢 他的重量能达到八十斤到一百斤八十了 一岁就八十了 一岁 公斤 对 公斤 老虎的一岁相当于人的几岁 三到四岁 三到四岁 对 虎二多年 十八年到二十六年 我们现在这里有多少只老虎 我们园区现在有三百多只 五百虎 对 都是用这八只繁育出来 对 三十六年了之后繁育了一千一百余只 我们这块是千虎基地 白虎林园 那我们老虎是怎么养 他把它关起来吗 还是会 我们这块有野化训练区 也有就是散养的 也有圈养的 这边走 小老虎现在正在等着咱们呢 他们在外面放风呢 我听到声音了 真的 这里有这位老虎 好可爱的小老虎 太好玩了 好可爱 这位就是我们的饲养员 玛丽娜 你好 你好 她同事兽医二十年 这位是我们的饲养员张盈盈 然后她同事幼虎保育员十七年 姐她跟你好好 好可爱的小老虎 她还能抱 这个老虎也太可爱了吧 太可爱了 这是多大的小老虎 两个月 才两个月 两个月多重了 得有十一斤左右了 小宝喝奶 人家已经喝起来了 喝得很扎筋 她的肚子 她的肚子 血沉黄 那肚子 应该有点调皮 这也调皮 不好吧 不能走 不羡 不可以 越狱了 太老虎 太老虎 我们现在已经看完 刚出生不久的小老虎了 咱们现在去第二站 虎舍 大家去年新闻的时候 听见过丸达山一号吗 听说过 丸达山一号是 中国第一只成功救护后 放回野外的野生东北虎 你看前面我这个区域 有一百多只大老虎 在老虎就在这一个散放 上面是一个蒙虎区 他们如果在野外的话 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 一百多只都在一块 对 它是独居的 野外它是占各自领地的 占山为王 读来读 如果有人来 是不是要逗个你死我活 对 这一片是我的 你谁别动 那有只老虎 对 这要睡觉了 哥 你看右边那 他们俩好好 这就是人工养的 是吧 对 天呐 他这个真要走旁边 应该会觉得很吓人吧 你看那个好大 那也太大 对 对 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它有什么不同 这是熊的还是雌的 这个我觉得小一点 像是女孩 我觉得它像母虎 对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小老虎 现在大家就要熟悉大老虎 大家注意观察的话 就可以发现每一只老虎的花纹都是不同的 我们的饲养员可以通过花纹辨别出每一只老虎 我们这个公园有多大 这一万八千零八点六公顷 这什么呀 这是咱们那个黑菜黑木耳 哦 黑木耳 东宁是占全国产量的八分之一 八亿袋左右吧 对面就是俄罗斯 哪里就是俄罗斯的 就是只有一盒之隔 这附近的大米特别好吃 因为它属于冷水灌溉 这条裹进的河它是冷水 它这个积温带不一样 就我们这个积温带 它这块种出来的大米就特别好吃 这块是东北虎豹 进入到东北虎的五代工程度拍的 哇 虎豹长出目去 你注意安全 目前要监测到大概有多少只老虎吗 东北虎就是监测到四只 四只 不同的个体 东北豹的数量是在十只以上 因为我就是 哦 豹比较多是吧 对 就是每一个区域内 如果豹的数量要多一些的话 就是老虎要少一些 因为老虎不许这个 就跟他作为食物链的这个竞争者 然后他会杀死的这个笼招 战山为王 一山不容二虎 这都是有道理的 姐姐你是怎么决定要当新护员 就是因为我是零三代 其实我爷爷以前他也是一个老利后 也是就是下套的比较厉害的一个人 可能在我爷爷他们那个年代的话 他们没有这个认知 到我的时候我就是成了巡护员 从猎户 然后一直演变到了保护 对 现在演变到了保护 其实算是挺危险的一个职业 对 那他们会很担心 其实也 既里姐又担心 像我平时每天早上 送儿子去上学的路上 我儿子就会问我 说他妈妈今天上山吗 他会担心 对 他有的时候会担心我 还有一次呢 我差点跌下悬崖 也没敢告诉他们 后来我觉得毕竟我家就在临场 我习惯了这种环境 也是对自己家乡有一个热爱之情 恭喜你们通过正规的志愿者申请来我们东北湖河国家公园体验巡护员的一天工作 咱们现在是已经进入东北湖河国家公园核心区了 因为前一阵村民一反应在这个地方遇到老虎了 咱们需要检查一下原来路的远光相机看有什么有什么收获 第二个就是在巡护过程中有没有以前残留的猎套 为了保证老虎和抱的安全咱们就需要清理一下 好保证完成任务 咱们一定要保持这个情不要乱走 你放心 我们四个不会乱走 我们四个也不会乱走 准备出发 好美 我已经觉得美了 我也是 这个绿色的是啥 快看这个丑好漂亮 小心有毒 你们不要搞到那么没有见识的样子好不好 那连开杯菜都谈不上 我们才多少年活了 浩哥 你是都看过了 我们才刚刚到这个世界那儿 这是什么 巷子 野猪暴露都是以采持这个巷子 存储冬天过冬的能量 就是咱以前挨饿的时候 人也会采持这种巷子 你没有能吃 稍微有点发苦 这个树好高 你怎么敢学他们没有现实的样子 你怎么不学好小月月 慢点 咱们把这拉下了 老师你在写什么 我们今天的一个巡护的记录 姐姐我帮你做吗 好 坐标 对 然后你写上这个时间 然后这个咱们是起点 你可以写上意义 OK 这种使命感 这是什么 好漂亮 这个尽量你别个手碰 有毒 这是狼族的一种 剧毒的 特别东北野外 就很多植物不要轻易碰的 这也是一种药材 白显皮 是什么病 这是消炎的 我们加活头菇吧 你看不看那边就有那样枯的左树 走走走 就类似于这种 既有点枯 但是还没有死的树上它就会长 但是这个长得很小 正常在树上的话会很大 会这么大 它好像个人 你看 我又发现一个 在这儿还有一个 我们在行圣医工程中 可以看一下附近的这样的树上 确实还会有 发现了小鸡做蘑菇 小鸡做蘑菇的蘑菇吗 这是真蘑菇 多好吃的 那个是那个什么 牛肝 也是灵芝的一种 刚哥 之前有虎豹伤过一个人 大概是在什么范围内 2006年 也在我们这个区域 就是在这儿吃 对 它是咋 它就是上山采鸡松茸 我再也不采松茸了 我不拿了 你的目的不纯 它怎么问的一些问题 什么松茸 虎头菇 你是在批发来的 采购来的 它这个最主要的 它不是说松茸这块样的质的命 它是老虎捕食 捕食了猎物以后 你就看着这个猎物了 它就想这个东西好 给老虎抢食 老虎其实很多时候 就吃完东西以后 过一段时间 它还会再来取食的 对 结果可能是 它就去了 发现现场了 它就是 羊老虎就是给咬死了 反过来 对于人生也是一样 大哥喜欢的东西 不要去碰 你知道吗 包括大哥身上背的啥玩 对吧 千万不要碰那么大 那你得跟小假说 小假爱碰 因为那不是我真大哥 真大哥没来 真大哥是锦鱼 锦鱼哥要是飞个老虎 谁敢唱 对 对 这就有点像瘦道似的 你看 从眼瞅它是一小道 其实咋子人和野生动物吧 总走总走就会有一条道 对 如果要是在人际罕剂的地方 野生动物会重复的利用一条道 有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梅花露的 后来它是闯到它的领地里 它会给大家一些警告 现在就算警告吧 对 梅花露如果咱们在野外真要跟着相遇的话 它其实很凶的 今年就中了一只梅花露 那样猎套套套着脚了 完了我们就救了 你们还是救它 对 我们救它 它一脚牙就把我们同事的手就踹肿了 还好没踢五折 不错 当时我就说把脚给它锯断它 因为它梅花露的脚 就是每年都到一顿季节就会脱落的 有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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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 起蛇 咋了 那儿 无毒的没事 哥 你说就这会儿从那过来一只老虎 哇 咱就不能跑了 咱就得老实站着 如果这么多人的话 他不是敢吗 不敢吗 其实人嘛 人不是在老虎的食物范围内在 他不认识你到底吃什么东西 他也好奇 但是你要跑的时候 他就是恭喜他这个鼓励的愿望 就是野性就出来了 老虎一般伤人的情况下 就是不排除有两种可能性 他就是在野外捕捕食物了 或者是现在用紫 或者是跟人实在是不虚相遇 就躲不开了 咱们前面有台远光相机 检查一下 在哪 要把它拿走 那是捡一个锁 防止那个 村民或者在床上的人很好奇 所以把内存卡倒走了 拿内存卡 这怎么能看 我们拍到没拍到 它这个需要连一下手机软件 咱们看看有什么收获 老师它也会有视频 也会有图片是吧 对 这是什么 刨子 刨子有点像鹿 对它有点像鹿 但它的鹿不一样 刨子是三甲 鹿是四甲 四甲是什么 就是它这样一刹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这样一刹 这不就是四甲吗 刨子是这样三甲 三叉 这是小野猪 胖红糊的 好可爱 这个是什么 这是大野猪 这的母亲 这大野猪 母野猪在前面 在后面领了一包 小野猪在后面跟着去 好可爱 成年野猪实际上是全黑色 然后小的野猪它身上是有画门的 有黑色画门的 野猪有脚吗 野猪有獠牙 獠牙 对 这是一只射狐 大眼睛 正亮 狐狸 我都没活了 它运气怎么样 这啥 这就是鲍子 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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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这是一只瓷豹 瓷豹的话基本上在129左右 我们同事 我经常经历过碰到两只豹子 它那个开山刀 它都没有拎起来 为什么 在那一瞬间 你已经被吓得不会动它了 正常如果说你跟豹子碰着 你比如说它往山上走了 你可以往山下走 但是当时这两只豹子同时往两边走了 我同事当时站那个老半天 我就这样 豹子商量好了 说我在上山等他 我在山下等他 后来我们另一个同事 就是跟他对着头 然后两个人一起结伴下的山 特别难事 如果是在野外碰着豹子的话 也可以分了一脖子 如果碰着老虎的话 那就基本上就不要脖子了 这黑熊 这个黑熊基本上 就体重就在300斤左右了吧 这个也不用脖子了 但是一般所有的野生动物 就是它不会主动让你见着它 如果你闯到它活动区域了 它会给你一些警告的 黑熊是 如果是你进入它的区域了 它感知你了 它会晃树 咱这不就是它区域吗 都快到它们了 对 但是它可能从这经过 不是它一个核心的休息区域 把卡换下来吧 大家继续往前出发 走 往里走 我不嫌弃你 不嫌弃我 我能让你嫌弃吗 我能让你嫌弃吗 它拱这个干啥 吃巷子玩的 或者是地下有一些小虫子 野猪是属于杂食 它那个疗牙是不是很吓人 公猪一般是靠上牙去挑 攻击别人 母猪一般是靠咬合力 因为母猪没有甩牙 都很吓人 这是袍子 袍子 袍子什么 袍子 它趴下来休息的地方 金静 你不要感受一下袍子睡过的地方 野袍子 搭过的地方吗 极限挑战包藏型 由一味珍稀 所以珍贵的灰山奶粉 独家冠名播出 极限挑战包藏型 由我沃新款S60特别支持 455匹马力挑战急速 极限挑战包藏型 由一味珍稀 所以珍贵的灰山奶粉 独家冠名播出 下个咱们看看有没有猎套 猎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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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给你们推薦说它会下来什么地方 水流 在动物的轨迹上面 瘦盗 还有一些灌桶里 比如说袍子套 它会下在那些小蜜林里 因为野生动物路和袍子 它会吃那些小树的枝牙 它下来那样的地方 就是它在进食的过程当中 所以你不小心就给它套 还有高压电补暑器 我们老百姓俗称 这个叫电猫 这个危险系数更大 不光对野生动物 包括对人 它是在围着这一片区域 尝好电线之后 就无论什么东西碰到它 这个电压 瞬间从220伏变1万伏 这个东西碰上就逼死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 对我们的巡护员来讲 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存在 我们在山上会遇到电猫的话 我们都不会用手去触碰它 就是这样的地方 会布置那个袍子套的地方 这样的话咱们就要搜索一下 这个 外面能踩着咋办呢 对啊 万一被垫着咋办 你们可以时刻观察着 往这边找找 在这儿呢 往这边来 在这儿有一个 这儿真的有啊 好坏啊 这就是个野猪套 来 子依 咱们就是平时会在猎套的地方定一个点 标记航点 确定 对 这个是套野猪的猎套 如果要套路的话 要高一些 盗猎什么动物 下什么样的套 一般眼神看不好 我还比那树枝呢 根本看不出来 我还比那树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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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盗猎分子 他们下完套以后 你让他们回头去清 他们都找不到 就我们这年就是观察呀 因为它猎套吧 它获取太容易了 它可能它下一个猎套成本一块钱 我们清一个猎套成本在二十块钱 对 因为你看满山就是 因为不到跟钱 根本看不着 下完猎套以后 它可能是不去检查 它套上的东西就是造成啥 这个东西就臭了 不败了 是一种污染 对 而且啥 他认为我这套也住在 很多时候就是 东北虎和东北豹 它就跟着猎套 这些年就是 误伤东北虎 误伤东北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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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套危害其实是最大的现在 是 因为我们不行以后在这儿放一个咱们的GPS 看看谁下的套 定点追踪它 现在我们也是跟那个森林公安局 达成有协议了 我们如果是发现新的猎套 就我们不动 完了给森林公安局打电话 公安局就是 让那个技术部门来 就是提取看能不能提取DNA 咱们先往下边走边乐 真挺累啊走起来 我们像我们经常走 就习惯了是吧 对 我一天有时候三小时都就走十多公里 主要是路况不好 要费体力 是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近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终于到达了山顶 这就意味着今天我们志愿者的虎山之行 到达了终点 有点遗憾的是 今天没有看到东北虎的足迹 不过大家通过红外线摄像机 看到了更稀有的东北豹的足迹 接下来 我们要抓紧时间 赶在太阳落山前下山 但在下山之前 我们要放置一台极限挑战 宝藏型的专属红外线摄像机 绑相机的 就是你们身后的这棵树 希望两个月以后 我们通过这个相机 能够看到更多的动物在这片山林中出现 对 这是一定的这个区域 一定能拍照动不动 我们大家刚才已经走了整整三公里的路 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寻山体验 大家有什么感受吗 累 对 其实在树林里面走三公里和平时三公里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是 对 它有高度 但很美 很值得 对 因为今天你们走的这条路 其实对于我们巡护员来说 还是一条非常简单的路 像他们平时要走六到七公里 比你们走的要复杂得多 我们才走一半 对 确实在他们的守护下 这片山林各种动物越来越多了 是的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这片山林的保护工作中 好 上次大家都填写了志愿者申请表 今天也完成了寻山任务 所以我们将为大家送上志愿者服务证书 有请东宁市人民政府市长周震海先生 为我们颁发 来 祝贺 谢谢 谢谢周震海 祝贺你 谢谢 祝贺你们 欢迎加入团队 对 上微博搜索极限挑战宝藏型 进入微博实况讨论 邀你边看边聊 虎豹秘境开放东宁 在这里呢 也祝贺我们五位志愿者 从今天开始 就能正式成为虎豹工作人员 我相信啊 在未来 我们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 一定会建成世界级一流的国家公园 我们期待 我们共同努力 加油 加油 遇见自然 守护未来 极限挑战 宝藏型 一起向自然 这三天两夜里 我们一路看到了 虎林园里饲养的小老虎 准备放回山林的大老虎 也在国家公园里 当了一回寻山的志愿者 虽然没有亲眼见到 野生的东北虎豹 有点遗憾 但回头想想 没见到也不是坏事 说明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这片山林里生活的野生动物 真的过着符合他们天性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设立国家公园的初衷吧 也是我们所有参与国家公园保护的寻护员和志愿者 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成果 我们问过寻护队员 记不记得清除过多少列套 他们说 三年里就清除了一万多个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旅程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一站 我们要前往世界文化与自然双移产地的 武夷山国家公园 这是什么 来孔雀 好美啊 看看这个国家公园 又是一张怎样的中国名片